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下午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今天呢 可能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内阁真的重组了吗 那目前呢 还没有 不过看起来呢 应该不远了 因为首相敦马 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要改组内阁 而且呢 最快是在一个星期内宣布 今天呢 我们看到多份的报章呢 都有报道这件事情 或许 所谓的传闻 很快会成真 那报道就说 多么在昨天的内阁会议上 就公布了改组消息 而且呢 已经在昨天晚上 就是跟一些西蒙的领袖会面 讨论了这件事情 包括有林冠英 莫哈莫沙布 还有旺阿兹沙 那么今天至少有两份报章的封面头条 提及到这个改组 就是我手头上的东方日报 以及佩玲手头上的The Star 那么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相信这些报馆 应该不会玩到这么大一封面 封面的方式来处理这种 根据消息探系回来的材料 来撰写成封面新闻 而这一次的内阁改组呢 其实我自己是等了很久啊 从去年尾在这个节目中也有了解 包括今年五月当西蒙执政满一年的时候呢 也有提到认为说应该要改组 那个时候我就认为说改组是来到适当的时候了 那么应该要改组原因有三 第一呢就是策划那些表现不佳的部长 委任适合的人选来取代 第二呢就是通过改组 重新挽回民众对西蒙的信心 因为过去几个月来西蒙处理一些问题 不断地丢失一些分数 引起了民怨 也导致社会出现了分化的情况 那么第三呢就是为安华接棒做准备做铺路 那么这个呢我稍后再展开说明 那我们看到呢 新州日报还有东方日报呢 今天是不约而同的就指出啊 如果是内阁改组的话呢 那前茂公部长呢 穆斯达法呢 几乎确定会受尾进入内阁 目前呢他就是吉兰丹的单日理国会议员 曾经在马哈迪1.0 阿都拉还有纳吉长仲期间呢 担任部长 那去年509大选之后呢 他就退出了巫统 不久之后呢就加入到土团党 那这两份报纸呢都宣称 目前的这一个华裔部长的变动啊 看起来是不大的 不过基于呢 这个相位的交办日期呢 未有定数嘛 因此啊副首相望阿兹沙呢 预料是会维持原职的 那想问一下蓝主编哦 你对于这一次的改组 有着怎么样的看法呢 哇充满期待 因为等了超过半年嘛 那么我们就从三个角度来看咯 来期待这一次的改组 第一呢就是华裔部长的人数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么这个肯定是华是非常关注 以及在意的 目前呢我们有五名华裔部长 以及七名华裔的副部长 倘若真的没有出现变化 就是维持着五加七的数目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关注的焦点就是 他们掌管的部门是否有出现更动 这可以看出马哈迪是否满意这些部长们的表现 比如说党魁有没有调到其他比较吃药的这个部门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的话呢 那么其实都嘛是以间接的方式来告诉你说 他对你的这个表现是不满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政的角度 就是内阁改组之后呢 到底是变肥了还是变瘦了 那么以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呢 瘦身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的小 因为改组后呢 不太可能会减少现有的部长人数 反而可能会有增加的情况 会变得更加的这个臃肿 那么这个臃肿呢 是因为要满足不同群体 以及政党派系的需求 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 政治还有接下来的人事部署 部署 这应该是敦马最关注的事情呢 他可以通过内阁的这个改组 进行他所要的政治部署 有两件事情会影响他的部署 第一呢就是 西蒙四党的平衡游戏 以及对东马的这个比重 因为沙拉越呢 将在两年内举行这个州选举 如果要强化沙州西蒙的力量的话呢 就必须要释放更多的这个资源 那么敦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部署呢 那么第二呢就是东马的沙巴 沙巴现在的执政党是明信党 而沙菲义对敦马呢 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意见呢 因为敦马过去在沙巴州差旗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会影响到敦马在进行内阁改组 时候所做出的这个判断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土团党可能在今年尾到明年的六月之间呢 进行这个党选 那么敦马他需要安排 接下来的这个接班梯队的这个人选 那么他的儿子 沙克里现在是土团党的熟理主席 也是重点栽培的领袖之一 那么接下来另外一点呢 就是穆斯达法 其实刚才有提到 他是受看好的一名领袖 他是少数中庸 而且不会有争 不会有太多争议的领袖 还有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不聊的就是安华了 蓝主编你认为安华会入阁吗 我的主官议员是希望他能够入阁 那么就进入内阁之后呢 就当副首相 那么这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抹炼机会 毕竟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内阁 离开了政府有20年了 但是客观上来说呢 顿马可能就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议员 认为可能实际位到不委任他入阁 那么过去我们一直都在谈顿马什么时候交棒 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这个大环境都被这个问题给困扰着 交棒呢也引起到整个政治的这个不稳定 那么我们需要个明确的交棒时间表 让安华熟悉政府的运作为将来接棒做好准备 那么安华入阁的话呢 将会稳住公正党内部的这个军心 减少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 但是从土团党的角度来讲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安华现在进入内阁的话 那么他肯定会是担任副首相 这个时候一些土团党的领袖可能就会觉得说 心理上有那种威胁 所以这个是政治博弈的一种情况 那么安华呢是处在下风的 那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行动党霹雳州行政议员 杨祖强性侵女佣案件的进展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哈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根据呢这一份本地的财经媒体DH 就引述消息指出呢 卷入印尼女佣性侵案的行动党霹雳州 行政议员杨祖强呢 预料将于明天也就是星期五呢 被提控上庭哦 那一名23岁的印尼女佣啊 在7月8号的时候呢就向警方投报 他就说啊自己呢遭到了杨祖强的性侵 他是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就在医保的住家就被警方逮捕 并且在叫后呢获得保释 那么任何人被定罪之前都是清白的 包括杨祖强 就算他被控上庭 法官还没有裁定他罪名成立的话呢 他还是清白的 这就是审讯期间非常重要的原则 无罪推定论 指的就是未经审讯裁定有罪之前呢 被告是无罪的 不过杨祖强他是政治人物 而且是当官的领袖 性侵案件肯定会冲击他的形象 这已经超越了无罪推定论了 这是关乎到形象还有感官的课题 是民众对他的印象 而不是法庭的裁决 那传出呢这一个杨祖强明天将会被控的消息呢 新州日报的记者呢就分别致电了杨祖强 他的代表律师呢梁卓金 还有呢通过WhatsApp呢 就是留言给霹雳州的总警长 也就是纳莎鲁丁 不过呢截至下午四点半呢 依然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的 那记者呢也到杨祖强啊 位于这一个霹雳州政府大厦的行政议员办事处 那就被告知说他今天不在办公室 是去了外地开会 性侵案呢除了冲击杨祖强本身的形象之外呢 那么西蒙霹雳州政权政府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特别是行动党 因为行动党是霹雳州政府的主干政党 而且霹雳州的政局一直以来都处在不稳定的情况 因为西蒙和反对党就是巫统加伊党呢 他们的议席相差很少而已 任何的这个变化呢将会影响到西蒙政权的稳定 而且这个当伊党跟巫统在9月14日正式结盟之后呢 相信霹雳州的政权将会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政府了 一些西蒙成员党的领袖在这之前 曾经公开表示不满土团党的霹雳州屋大神阿默菲沙 认为说他的这个表现只是一般而已 那么也批评大神表现不好 然后领导无方之类的等等 而这些批评声量当中呢 最强的一名是来自行动党的巫衣行政员 他曾经公开跟私底下批评大神 他的不满也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因为媒体都有在这方面有了报道 那么他甚至说愿意为了出任大臣而换衣服 就是脱下行动党的衣服穿上土团党的新衣 他还说这不是跳船 我只是换衣服而已 OK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霹雳州的总警长呢 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就有指出啊 警方呢已经在这个月的16号呢 就重新提成霹雳州行政议员呢 涉嫌强奸女佣的调查报告给总检察署了 那杨祖强呢其实在事后的第三天呢 是有通过发文告就否认性侵的这一件事情 而且他也说呢他是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协助当局呢就是早日把这一个事情呢 查个水落石出 事发之后呢有许多来自西蒙政党的这一些支部 或者是区部呢都陆续发声 声援或者是力挺杨祖强 坚信呢他对人呢是比较谦卑 也随和他是不会做出违反法律 或者是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好了我们把焦点放大 放到这个整个霹雳州政局的脉络来看 土团党呢其实他在霹雳州 只有区区一名杀党 只有一个州一席而已 那么就是大臣阿摩菲莎本身的席位 但是在509之后呢 就有乌统议员跳过来 那么现在土团党在霹雳呢 有两名州议员 所以在只有两人州议员的情况之下呢 他获得了州务大臣的这一个职务 同时西蒙在霹雳州也不是属于强势的政府 他是属于弱势的政府 那么乌统主席 这个 Zahir Hamidi 他就曾经说过 如果举行大选的话 那么很可能乌统再加上义党 能够重新夺得霹雳州的政权 他的这一番谈话跟他的观点 是有一定的这一个根据的 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 虽然西 那个时候还比较西蒙 那个时候叫明连 曾经拿下霹雳州的政权 但是后来呢 国阵策划了议员跳槽的事件 导致明连把这个信心户打下来的政权 再拱手让回给国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目前西蒙的霹雳州政府 依然是处在不稳定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些数字 霹雳州的州议会有59席 西蒙拿下了29席 巫统有27席 一党有3席 那么两名巫统预言跳槽到西蒙之后呢 西蒙是以微差的30一席 来组织这个弱势的政府 那么如今西蒙还是这个 这个霹雳州政权当中呢 是西蒙最弱的一环 也是出现最多不稳定因素的 那么现在加上杨祖强的这个案件呢 接下来霹雳州西蒙的这个发展 这个局势的演变呢 值得我们关注 没错 所以到底呢 这一个杨祖强的案件会如何冲击到呢 霹雳州西蒙的这一个前方 还有未来之路呢 接下来在主编点新闻当中 也会持续带你一起来关注 下到回来我们就换个焦点好了 关注其他的一些焦点新闻 我想呢最近你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说啊 GoJack呢要进入到马来西亚的市场了 接下来的这一段主编点新闻 我们来聊一聊 我是佩玲 我是志芳 那现在呢政府啊是亮了绿灯哦 就让这一个GoJack 其实呢就是来自印尼的摩多共享公司呢 就是进入到我国的市场 不过呢有些人士呢 似乎就是有表达了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像是雪兰娥的宗教师达以斯就认为啊 内阁批准了GoJack呢 就是进军到大马的话 就会导致呢男性跟女性呢 就是一起乘坐摩多 那这个做法呢 是有违伊斯兰教义 并且会担心呢 引来一些流言蜚语哦 他说假设女性呢 使用这个服务 那如果说这个摩多斯基呢 是男性的话 而且是非亲属的男性 就会成为了画饼 那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呢 他就认为说 最好就是不要引入这样的服务 其实像这名宗教师的观点呢 并不是新鲜的事情 之前呢我国东海岸州署 也有类似的这个指示跟观点 认为说 女穆斯林不应该乘坐 一名没有亲戚关系 男性的model 以免招来各种各样的 这种嫌疑啊 猜色之类的东西 当然这是宗教的角度 我就不方便讲太多 因为我也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 印尼的例子 这个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为何当地政府允许 Gojak的这个势力 而且还鼓励他们壮大 如今Gojak已经成为了印尼科技创业成功的一个典范 一个例子 就如大马的这个grab card 任何的东西如果掺杂了宗教的话 它将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复杂 也难以让更多人来讨论 它就变成了一个小众的议题 但是这个Gojak的课题呢 它是涉及到全民的利益 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觉得说 宗教的讨论呢 应该就把它停留在宗教的领域 不要把它牵涉到其他涉及全民的课题上 否则这个呢 很容易的会陷入矛盾 甚至对立的情况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是关系到宗教 是关系到我的信仰 所以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 所以你不了解宗教的教育 还有他的这个信仰 所以当涉及到宗教的时候呢 整个讨论的焦点就会被模糊掉了 那这一名雪州的宗教司呢 就建议政府啊 可以考虑其他更好的方法 以免避免的引起 他本身非常忧虑的这个问题 那另一方面呢 槟城的宗教司呢 望沙里呢就交由政府决定说呢 是否要落实这一项服务 他说呢 他没有就此颁布一些法规 所以呢 还是要交给政府来决定 好了 其实这个Gojak的课题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待他 未必必须要从一个宗教的角度来切入 其实他这是一个经济以及就业的课题 Gojak能够带来许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以最低的成本 找到就业的机会 成为摩托车敌势 那么可是 一些讨论呢 就开始把宗教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导致焦点被模糊 被打散掉 陷入了这个狭隘的空间里面 无法抽离出来 还是要举回这个Gojak的创办人 他在印尼的这个经验 为何印尼政府或者是印尼当地的这个消费群体 能够接受Gojak 因为它是一门生意 它是解决人民痛点的一个服务 所以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经济和就业课题 跟宗教完全扯不上关系 那内阁呢 昨天开会之后呢 其实已经原则上呢 同意由轻体部长赛沙迪呢 所提成的这个建议 就是让Gojak呢 就是进入到马来西亚的市场 那内阁就指示呢 交通部和轻体部呢 就进一步的研究 要如何来落实呢 这一个共享的摩托服务 包括说实施的条例啊 还有一些聘雇的条件 那企业发展部长呢 李端就说 Gojak呢 对于青年就业来说呢 其实是一件好事呢 内阁当然会支持 所以他说呢 接下来就交给这两个部门呢 继续进入下一步的研究 所以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呢 其实是 如果Gojak进来的话呢 那么如何保障这些乘客 还有摩托骑士的安全 这个才是关键的这个点 而不是把它的焦点 放在宗教的这个层面 当然我们无法禁止 或者阻止其他人 从宗教的角度来讨论 但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呢 我就希望说 政府特别是这两位 被点名负责这个课题的 塞沙迪还有陆赵夫 能够从专业的这个角度出发 就根据目前市场上的这个需要 来解决这个民众的一个痛点 就是塞车的时候 如果你叫Grab的话呢 那么你还是堵在车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Gojak就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听起来好像在办公室在推销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要讲的呢 就是从专业的角度 从经济还有就业 还有这个消费者安全的角度 来看待来讨论这个课题 没错 我觉得从专业的角度来讨论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个人比较更为关注的 就是安全的这一个部分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